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见三年的朋友 可以免费执行我任何问题 不收费用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三年小胖哥 其实每天找我执行京东 各种问题的朋友 还是蛮多的 我一般都是欠退的机制 能欠他不搞 就尽量欠他不搞 因为有一些新手进来京东 确实是坑还是比较多 有个小哥哥找我 他说京东小店 什么类幕可以下 我想入住京东小店 我说你具体看一下 入住什么类幕 现在有一些类幕不好下 他说我顺便问一下 就是你之前的经营的店铺 他们经营的怎么样 我说这个我倒是不清楚 我没有运营过小店 都是客户在运营 我一般就负责下店 他说可以给我店铺地址看一下吗 我说给不了 不能泄露客户的隐私 换你找我下店 我也要保证你的隐私 不能泄露 正常找我下店的朋友 他们只要一下店 我基本上所有的资料都删除完了 不留任何的底 所以说你问我什么店铺 我直接都忘记了 不会说存在泄露店铺之类的 你自己可以在京东上面搜索一下小店 一大堆看看别人的就知道了 这个哥哥呢 他说好 我理解你 我是做嫌疑的 也是做无获言 做店琴之类的 现在就是想做一下京东 看一下京东什么类幕好做 POP企业店投资太多 听说小店投资少一点 我倒是还没想好下什么类幕 我说你先想好 要下什么类幕的小店 目前来说 京东小店有很多类幕不招商 而且有一个点 京东罚款很严重 还是做你的嫌疑无获言比较好 京东的话 京东小店我真不建议先手去搞 真的是一塌糊涂 他说前一段时间 确实是有听说几十万的罚款 我研究一下 我说新手真不建议你掉坑 免得你到时候承受不住 他说我最后再问问你 就是京东还有一个买手店 可以做店群吗 我看你也有在下这个店 我说不管是买手店还是小店 都是可以做店群的 但是目前的话 买手店铺死店很厉害 动不动关店一大片 他说我倒是觉得关店 没什么守卫 只要是能赚钱 买手店他入住 没有保证金 没有服务费 这个是比较好 我说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有可能成本没有搞回来 就是挂了 这个东西你自己考虑好 我不给你说太多美好 特别是做京东小店 做京东任何店铺 新手的话 我真不建议来做无获言 因为京东要踩的坑太多了 你做无获言的话 你不光是要踩平台的一个坑 你还要踩开店的坑 开完店你还要踩各种买家 各种各样的坑 所以说新手 不管是做小店 做买手店 都不太建议你做无获言 正规店铺可以试一下 京东可以从 你无获言可以从魔宝先开始 搞起来累积一点经验 有承受能力了 京东小店最近也是不好下 纵观六月份 我们下的小店 真的是不多 一两百个很少 但是如果说京东小店 现在如果说要下的话 好下的话 很多人也是要搞 很多人都知道 京东小店投入成本低 都想去做小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